HELLO 各位電話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在中央民國112年9月7日星期四的早晨 現在大概7點鐘 這個星期一呢 9月4號的時候剛好是海盔颱風清洗 登入了台灣 那一天呢 帶著家人到這個園子來逛逛 發現風是還蠻大的 那想說這次的颱風 海盔颱風可能會對這個果園造成危害的影響 結果今天早上一來呢 發現 發現奇蹟出現 竟然完全沒有 遭受危害 每一棵果樹都還是這樣子屹立不搖的站著 沒有倒的 太感謝上帝了 感謝主 而且下了這幾天雨之後 我發現 這個果樹的葉子喔 哇變得好漂亮 這是一顆芭樂喔 變得好漂亮 這兩天呢 老媽又來幫他套袋了 進行套袋 這陣子開的花接的果 將會是很好吃的一個芭樂的果實喔 所以這時候套袋 輸果的時候就不用太用力的去輸果了 哇糟糕 這個橘子 毀了 殘了 糟了 底下 被天牛幼蟲給鑽新了 大概是沒救了 看他葉子掉了這麼嚴重 然後已經開始枯黃 上面的橘子 我看也不用吃了 這顆大概是 大概是沒救了啦 這禮拜六呢 再來處理 如果要救他的話 就是趕快解一 解一結枝條 趕快去做嫁接 然後把他嫁接到別的 果樹 別的那個 柑橘類的果樹上 好 我再趕快的齁 帶各位再看一下這個圓子 底下的黃金梅 燈籠果 又長出來 之前有演示給各位看就是 我們如何 一劑的燈籠果採完之後 我們是怎麼幫他做一個管理 很簡單 就全部的割掉 留一個頭就好了 現在又長滿了 我們就野放 讓他在這邊 我們的黑市 也都沒有受颱風的影響 所有的果樹 都完好如初 只有剛剛的那一顆 橘子 不是被颱風 吹垮的 而是被 柑橘類的一個天牛的幼蟲給 啃垮的 這是 椅子過來的 那個蛋膠 長得越來越漂亮 這圓子種了好幾顆的白飾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種了六顆的白飾 那總共有三個品種 三個已經知道的品種 包含 綠霸 包含 呃 那個瘦粉的這個 這個品種 那另外一顆呢 是我們自己W4吃下來的一個 食生苗 到時候看他的表現會怎樣 這颱風過來我們最擔心的就是香蕉了 香蕉因為 那 結了香蕉串之後 它重量很重 風那一吹的話 很可能就會倒了 所以我們今天看的樣子 嘿 這個葉子被打破了 香蕉葉子被打破 香蕉串還掛著 上面有 上面有 葉子有斷了一結 不過那個沒關係 不影響 葉子被打破也還好不影響 好 整個葉子喔 看樣子是OK啦 沒有什麼摘損啊 應該說應該說沒有摘損 我們的龍貢 龍貢 龍貢也還好 要展新葉出來 要展新葉出來 那這隻龍貢是架接上去的 架接點在這邊 台翁天 那一天呢 帶孩子來吃這個龍眼 把比較大顆龍眼都吃掉 那留了這些比較小顆的 現在又變大顆 這個是四季龍眼 肉非常的脆 非常的細 非常的脆 非常的清甜 這是四季龍眼 很好吃啊 非常的好吃 一年四季都在長 這肉是脆的 是清甜的 建議啦 強烈建議這個四季龍眼 可以種一顆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龍眼 種子小小的 樹上有些龍眼都可以吃 可以摘了 然後他樹上 又在 又開花又掛小果 隨時在開花 隨時在生長 這顆也是我蠻擔心 颱風會把它吹斷 結果沒事 沒事 再找時間來幫他立志住 把這根 高壓起來 這是什麼 這個是4029蜜雪梨 有看我們影片的都知道 今年長了一顆非常漂亮 長了很多顆 不過前陣子的那一顆是 長得非常漂亮 我們有拍影片給各位看 太好了 我們牛奶果 無恙 無恙 花 現在開得還不錯 牛奶果很多好朋友呢 跟我們說 他的牛奶果呢 開花但都不結果 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什麼好一點的方法 那不結果 我個人 我個人覺得是跟品種 有很大的關係 跟品種有關係 有些品種 他開花 結果量很高 有些品種很會開花 就不結果 後來我也參考了 有些好朋友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 當你如果開很多花 那不結果 可以用那個 很細緻很細緻的水霧 稍微噴一下 像這邊 葉子上面都是水 這是有下一點雨 他說水霧 用水霧喔 不是大的那個水柱 是用水霧 稍微噴一下 那稍微噴一下之後 他裡面的花粉 會有流動的現象 那有時候就會幫忙他做一個 壽粉 水霧喔 千萬不要用水柱 這個方法大家可以參考 如果你的牛奶果真的沒有 看很多花沒有結果的話 你試試看 試試看 那到時候會不會成功 你也可以拍個影片跟我們講一下 像我們這一顆 我們是都沒有做處理 就讓他天然的開花 天然結果 現在很多小果都出來了 不過這些小果 結了之後還會掉 會像這樣子變黑掉 黑掉就會掉掉 就會掉了 這個都還不穩定 太好了 這個香蕉 也是一樣 沒事 喔 這個香蕉串太漂亮了 颱風天那一天 就是星期一那一天 我們來看的時候 還沒有這麼大 那現在他的膠 膠串呢 已經往下延伸 到這邊 大概到這邊 我們再過兩天 禮拜六 我們就把它割掉 底下就不會長 那底下這個 很多 國外的朋友 東南亞那邊 會去做利用 可以炒菜 是一個很不錯的食材 我還沒試過 因為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也沒有 沒有去嘗試 哇好漂亮 哇本來奄奄一喜的這一顆 本來奄奄一喜這一顆 這一顆是什麼 大家看他葉子 很大有沒有 葉子很大 一看就知道是熱帶的一個果樹 他是我們的可可 就是做巧克力的一個原料 可可 這顆可可在這邊 多栽多難 每次到冬天 就葉子掉光 然後枝乾開始 開始乾枯 然後我們幫他修剪完之後 到了春天慢慢又萌芽 到夏天長得最好 尤其是現在 不過他能在這個原子撐多久 不知道 繼續努力 這個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幾顆呢 這幾顆呢 是櫻桃山竹 櫻桃山竹 櫻桃山竹 我自己吃的果實 把 種子丟在上面 種進去 種上去了 到現在已經蠻久了 不過長得很慢 都沒有掛掉 應該是沒有問題 之後呢 再幫他做移植 再幫他做移植 這顆牛奶果 還有那顆 這兩顆牛奶果 是十生鳥種子牛奶果 那今年呢 有幫他做那個 主幹的一個 敲擊 我們用鋸子幫他做一個鋸 鋸了一些的鋸痕 我們期待看明年 有沒有辦法開發結果 有時候要對他痕一點 他才知道 危機意識 哇 這顆水蜜桃 這顆水蜜桃 我們有幫他做屌威 還有一個修剪 現在又長得非常的 葉子又長得非常茂密 非常漂亮 我想今年這顆水蜜桃 到年底 應該 再來開花應該會開得比較多一點 一束多瓶的芒果 樹上的果實都摘光了 都摘完了 期待 今年的開花 那明年持續的 觀察 看他的長勢如何 尤其今年這一段 這一邊 精密的部分長得非常的好 我們蔡司洛梨 果實沒有掉 太好了 這個颱風沒有影響 我們颱風當天拍完影片 分享出去之後 那颱風結束 馬上就有好朋友在問我們 說我們原子裡面 颱風過了之後 現況有沒有被 被 有沒有遭受颱風的危害 一直沒有時間過來 趁今天早上很早的時間 拍給各位看一下 油桿樹 這個油桿呢 兩年 都有開花 但都沒有結果 再給他機會 如果不開花不結果的話 那我們就 幫他做修剪 讓他做矮矮的就好了 就不要讓他 長太高 會影響到其他的果樹 這顆是老媽很愛的一顆芭蠟 這顆是紅心芭蠟 彩虹芭蠟 又稱西瓜芭蠟 很不錯 下完雨 有些果樹葉子 就是變得很漂亮 這是長果桑 前幾天我看到好朋友分享 他的長果桑 現在又掛滿了果實 那是因為他有做修剪 有做修剪的話 他長出來的新枝 就會帶出果實來 大概簡單的環視一下 我們新年區 那主菸區那邊還沒有過去 主菸區應該更沒有問題 如果新年區沒有問題 主菸區就沒有問題 因為那邊的遮蔽物呢 很多 旁邊有其他的果園 那也有住家 還有建築物擋著 那洛梨磚區的部分 跟我們新年區這邊比較像 就比較空曠 不過那邊的洛梨磚區 洛梨是 比較小顆一點 所以影響應該比較不大 OK那簡單的紀錄一下 讓各位看一下 台風過後 那海葵台風過後 我們的原子呢 大致是沒有什麼災害 好就分享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